我看 瞧一瞧看一看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剛出土的寶貝便宜賣 逃回去一見傳後代 瞧一瞧看一看 喂抽腰飯的趕緊滾 美女 這不能 會貼罰單呢 少廢話趕緊收拾你這堆破爛 滾起來 二十万把我这堆破烂买了 立马滚碰瓷是吧 敢碰他老娘头上好 我让你做 二十万 就是那个抽药饭的 他要给我二十万 他我操 就是你这个废物 在老子地盘上碰瓷呢 啊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老子赖老大赖皮龙的名号 啊 他就是夜市集团 夜机会的好意思 但是 他不会真是叶家人吧 是 我得放分 啊 叶金辉那老小子 已经被逐突叶家 裤子被撞下 这有其父他必有妻子 是吧 小杂种也不觉得他老子 出了费窗子 怪不得呀 一家人都是骗子 难怪出来要饭了 哈哈哈哈 王主滚 你瞎了狗眼 看错了宝贝 夜家在家 让你给丢光了 爸也被你气死 你还有脸回来 弟弟 你就让我再看爸爸最后一眼吧 赶紧滚 你是想让我把你女儿也扔出去 陪你在大街上要饭啊 快滚 一个被夜家赶出去的废物 还敢在这碰瓷讹人 赶快给老子跪下 车头道歉 有种你再说一句试试 嘿 小的 你还不服气啊 跟你那死鬼老子一样 都是没用的笨子 你 咋说你活腻了 给老子打 给我往死里打 跟你那死鬼老弟一个得行 把文静定的内心保护 绝对不没错 文静 有人 害我 有没有人 救命啊 周周朗 你的臭药犯 你给老子听着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都进去 给我等着 没给揉 别不上 我们李少说了 只要你把他伺候舒服 啊你明显算是不东西 我告诉 我陪路边上这个 体干 我也不会陪他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今天李少玩定 识相你滚蛋 哥哥饿了吧给你吃 谢谢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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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麼回事 臭藥犯的對我做了什麼 我可是李哨子 實相點趕緊放開我 回去告訴你們李哨子 如果之後再看葬葬 我一定廢了他 你 你 你 啊 我是跟你喝醉了 我才帶你回來了 少爺 吊珠這麼厲害 剛才我懂了醫術 居然還能透視啊 他腿上怎麼會有血 透暴怨 看來使用玉佩的能力 會消耗成倍的精力 真是誰 臭流氓真正便宜 啊 臭流氓真正便宜 哦 哦 哈 這是我的第一次的那個人渣 什麼第一次啊 就是 哎呀就是那個 你個敗做的也不承認 不不不是你想的了 做做昨天你給流氓條件 我是我救你回來了呀 我是你個腿 你就是那個流氓 哈哈哈你給我等著 這都什麼事啊 你一個臭變胎竟敢跟蹤我 趕緊起看別耽誤我做生意 做生意 啊原來就是擺地攤賣假貨呀 騙人臭臭嗎真沒出息 還巧了我這攤上 真沒出息 天牛吧你 我看你啊 就是一個專門店 攤賣碰瓶的騙子 怎麼你今天還敢付他呀 看來這昨天的膽 沒挨夠啊 你這來的正 趕緊賠錢吧 賠一天 賴哥一會兒就到了 你今天 嗯 哈哈哈 死定了 趕緊讓那隻癞皮蛇 我 你不會是 昨天腦子大閃掉了吧 就你這堆破爛 想額我二十萬 原來你本來就是個傻子 要不然怎麼會想錢想瘋了呢 我這些寶貝啊 二十萬 你就別再嘴硬了 我告訴你 這附近可是住了個藉寶專家 要是破爛了 小心他脫穿的 對了 去把陳老請過來 他這堆破爛要是假的 你別說 坐牢吧 哎 趕緊帶著你這堆破爛走 你游手游小的可以干個正經事 別再騙人了 我告訴你 你要是進了監獄 你就大半輩子都會 想走 老子說過 見他一次 打他一次 大哥 這傻子呀 剛剛讓你滾過來 他呀根本就沒把你放在眼裡 來皮龍 是光天化日 你想幹嘛 你 難怪你拒絕我們理上的 原來都是為了這個凤子的傻子 哎呀不得不承認 你這眼光好獨特啊 閉嘴 這知道錢 臭勇猛 你都自身拿包 你趕緊走啊 想走 可以 從這滾過去 就憑你啊 也配 你這個胖子的騙子 你還來近了是吧 趕緊從這滾過去 突然等一會陳老來了 你就等著坐牢吧 我的東西都是真 誰 賴哥 你看他還嘴硬 他呀就是看不起你 你說這可怎麼辦呢 我看這一頓勞飯什麼狗 還得加份平孫炒肉 就是就是賴哥 快把這個傻子打成廢物 孫培雲啊 你在這個男人身邊叫的這麼大聲 這當然得知道 你叫什麼 你的頭上都綠成一片草原了 你的女人啊 腿上就讓別人 賴哥 你別聽這個傻子他胡說呀 我要是你啊 我就確認 誰那天啊 這都喜當地啊 這都擺一塊的廢物 你就是想賺老娘的便宜 看老娘不撕了你的嘴 大哥 你不能相信他啊 親自撕了他 賴哥 你親自撕了他 賴哥 不要 這是怎麼回事 賴哥 賴哥 這是我前男友張偉的名字 我馬上就去把維生換成賴哥的 彪子 你告訴老子你是出女 原來是被人玩過的浪漠 你搞東西怎麼知道他腿上有紋身 你要玩過 別玩過的東西 我也不玩 看你被綠的可憐 二者不好東西 全港廢話 別浪子打 大哥 你老來了 陳老 你來到這 幫我看看這狗東西的牌子都是什麼玩意 你那傻瓜 回家做老的 你趕緊走別被抓了 我可沒有逞強啊 等陳老套 等陳老套過之後 進去吃牢飯之前 你先廢了 這些貨 大人都是這裡 陳老您確定你沒看錯 你什麼意思 以為我健保法也是吹出來的 這 哼 不是 這 不是 二十萬 二十萬 好嘞 白桿身手 把他的手 給我 不就憑你跟這幫球員玩一下 是吧 好嘞 你可做我做的是什麼 二十萬 能給我嗎 快開 我開 支付寶到賬 快去了 冠元 你是個假的 你給我找找 真是咱倆沒碗 嗯 你放著 你是夜市集團夜城 你打了來老大 李氏集團是不會放過你的 不過是教訓人一條狗罷了 你狠狂 別說是你了 就是你夜市集團 也不是李氏集團對手呀 我怕 噢 是 啊 這怎麼回事 我這可是唐柏虎的真技 你看把他撞成啥了 賠錢至少五十萬 人家你不如去搶呢 說啥呢 你趕緊賠錢 不賠錢 別想走 這我這兒還能見過 真是個寶貝 你也賠錢 五十萬 你放開 你想幹嘛 你想幹嘛 唐柏虎的畫都是不錯 你這幅畫 托墨這麼嚴重 成本價呀 最多五千 少再上鵝人了 你走什麼呀 五十萬 一分不能少 那咱們就去鑑定鑑定 如果畫是假的 鑑定費已出 我還得告你敲詐樂 行 五千就五千 趕緊五千 放開幹嗎 人生集團的餐廳就這幅 我哥給你少了五湖啊 不是 是 老王頭 這塊玉 一塊捡來的紅石頭 這小子看上去 這可是一塊正經的月子 少說一百萬 我看石頭啊 給你五十萬 拿走 這塊玉表皮粗糙暗淡 我這成色不對啊 五十萬 你做夢 走走走走走走 購買別碰啊 哥哥 啥都不懂 別生氣啊 我給你個良心架 五萬 拿去 哥 你瘋了 這就是一塊破石頭 拿五萬 小婷 五萬 性賺 收拾 回家 還以為有多大能耐 五萬買破石頭 這塊破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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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那個人也太可惜了 送給你了 哥 這怎麼變了 這塊和田玉啊 年代久遠 表皮上有一層烏狗 被擺攤的呀 懶得去擦 還以為咱是冤大頭就賣著咱 他不知道呀 這一轉手 可就一百萬 哥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厲害了 先是認出那假話 後有時到這真語 是跟咱爸學的 哎哥 你現在這麼厲害 過兩天有個健保拍賣會 要不你也去新家 過不去 哥 你現在健保能力這麼強 萬一去拍賣會 林叔叔看到你的能力 說不定你就避毀業家了 到時候爸也能跟得不下 你如果能 葉紅刀好不容易掌管了業家 他怎麼可能爭氣 就讓你去 哇 你現在這麼厲害 到時候再拍賣會展示一下 肯定能回業家 不可能 難道你忘了 他在乎誰 當初我報紙爸爸都回和回家 他們可是死活都不讓我請業家 怎麼可能啊 當時叔叔把你趕出業家 上市集團的趙雅新又那樣給你能看 你能看嗎 就說我在網上去再看一眼 業界會早就被趕出業家 他根本不會進業家大門 說我就救你 就一眼就一眼趕緊關 你爭了業家 業長 小新 你怎麼了 你也是來送贊罵的嗎 別叫我那麼親切 我是來發婚的 別說你被趕出了業家 就算你還是業家的心情 這五百萬是給你的補充 業紅頭趙雅新 你們崛起 別管我無情 總有一天 貴的就 哥 我知道你受苦了 可你現在這麼厲害 是有機會重回業家的 那個趙雅新退不退婚 我倒是不在意 我恨就恨在 他們不讓爸爸的故事 你一直擺地攤 也不能讓爸爸的回復經驗 只要能查出爸爸 當年健保失敗的真相 就能讓他回業家 你擺地攤也查不出什麼 不如你去健保拍賣會 說不定能遇到你爸的朋友 能幫到你 好 那我就去一趟 李總我馬上就到 好好好 一會兒見 這不是夜城嗎 你不是在外面擺地攤的嗎 怎麼跑到這 去看門狗了 別管啊 我好歹也是業家出來的人 你嘴巴給我放肝 我們業家可沒有你這樣的廢物 老闆 你就是一個看門狗 你神奇什麼 你知道我現在是什麼身份嗎 我今天來是有別的事 我問你是什麼身份 你一個擺地攤的廢物 誰會有請你嗎 別紅燙 你現在就這麼苟眼看人家 你敢罵我 要不是看你這場 怎麼 我好害怕呀啊 我是有眼不識探山 我告訴你 今天就把眼睛給我擦掉 你變了寶貝 你恐怕這一輩子都見不著 瞧你怎麼沒見我身邊的樣子 我沒見我身邊 我再怎麼著 你的老爸 不許你說我 我今天還就說了 我讓你老爸 到死也犯不了身 再說一句事實 我說了這麼多 還不是讓你老爸 灰溜溜地滾出了業家 你什麼意思啊 你給我爸做了什麼 跟你這個小廢物 說不著 說的也是白骨 幹好你的大胃兒 來你幹 沒事 沒有無償卷不能接受 我要找夜鴻就能接受 不是 算怎麼走去 謝老闆能認識你 你別在這搗亂啊 要是把裡面東西弄壞了 看你命都賠不起 你滾 你不在鬧什麼 你不在鬧什麼 林小姐 這個廢物沒有無償卷 還想要應酬 我們準備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這都要看看 一杯 這樣是夜夢奇要請你來的 再大的事 等他來就算什麼 你先進去 裡面都是有錢人 你也不瞧瞧自己什麼德性 就你也賠勁 狗也看人低得多 你敢罵啊 兄弟們打死這個不著眼的被我 你許你給我東西 連我哥也敢打 一張 我不是說給你 你再給我 你不會給我 這麼多視乎 你不過陰 你怎麼要 在這這麼多視乎 夜哥你先進去和叔叔聊 我先回家晚點來見你 夜紅燥 剛才你說爸爸趕住夜家 到底是怎麼的 夜城 你個廢人 怎麼能跑到這兒去了 啊 把他哄哄你告訴我真想 我就走你就是夜城吧 夜紅燥好歹是你叔叔 就這麼給他說話 他也沒家教 他就是那個夜靈驚慧的兒子夜城吧 他父子不是被夜家趕出來的 他有資格來這裡 看他的一臉廢無恙 他敢對叔叔動手動腳 真的是越沒本事脾氣越大 如果未來 我爸當年見過十分真相 到底是什麼 當初你爸就是在這裡頭見了 一個神龍目 跟一個死光子 你爸堅持認為是真正 不顧你叔叔的勸告 發了大雜牆 結果拿到手裡一看 當時好多人都被作證 我爸說 分割一個就是真的 這人有是誰 媽有是體 你爸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他太自信 買了假貨 還把老爺子害死 對 當年 我也沒有 這個夜靈驚就是 看 這麼多年還聽到不光彩的事幹什麼 我知道你今天跑來鬧事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就是想叫葉金輝的骨灰 把我葉家 我今天還把話給你聽到明了 葉家絕對不會歡迎你們一對廢物父子 進入葉家了 你怎麼那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我一定會查出暗箱 真相就是這 你要是這次來拍賣會是來拍賣的 如果是來搞亂的話 這 也容不下去 查這個廢物他還能查出點什麼 聽說他們被趕出葉家 靠擺替他生活 沒多久葉金輝就死了 哦 那個廢物怕進來 應該就是想要蘿蔔一碗錢吧 呵 幫我都看到了 他們幫你 那你也要幫我 小昌 你怎麼 跟這個 李明薛說話注意 那 這是我理事之間的場子 聽不慣 可以不慣 你再說一句是 怎麼跟你說說話呢 哎呦還想動手 葉金輝這個廢物 算是小廢物 你是其他你冷靜 量成果 是吧 咱上次喝酒討論買賣地瓶的時候 那他喝一杯跑了呀 今天我訂了個包廂 我已經是在 吃爐子 我跟你沒什麼好看 李少願意給你機會 你就好好珍惜 跟你說 李少願意給你機會 你就好好珍惜 你算什麼東西 把你滾開 把你滾 收弱你說什麼 只要跟我心高家 瞧你的意思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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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挺闷的啊 你看狗东西在这乱叫什么找打是吧 你敢动手试试哎呦哎呦哎呦 这手挺闷的啊 跟别上去 你看看 我哪个人 哇 你做个事 谁上打的 你是废物老坏我好啥 你废了他 今天看在雨柔的面子上 我就什么 你住在水裡 你别担心 你先休息我出去一下 林雨柔 我刚提到阿阳说 你为了夜宅那个房子 废物 折罪了李少 你可知道李少手里 有咱们林家想要的那块地皮 我知道 这另一路毛是往下的 你把李少示范好了 说明那块地皮就送给咱们林家了 那个人家他不配 这说的是什么话 李少是李家的继承人 你家伙去出门人家看得起你 我看这块玉琢特别是合适 刚才特意拍下字幕 来 李少刚才拍下这个 可是花一千的 李少真破座 那小柔 快快快说一下说谢谢 一群健保大师 没看出来这是人品 领过钱吧 李少 刚小柔说了不应该得罪 还要喝一喝一杯酒呢 我可没说过 那我现在约你啊 咱去把我家聊聊呢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那你个废物再敢坏咬的好事老是废的 你又是被叶家赶出来的那个废物叶成 别再让坏李少的好事 我还看了 你明家也真有意思 一个送赢品的废物 也值得你的 瓦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幅桌子是假的 不是你连桌子都没见到 你就是这假的 我说这桌子是假的 这是什么情况 上好的翡翠玉桌 到老身怎么会有这样的 这就是业品 你也不好意思拿车子 是 我愿意花一千万 你用 是花一千万你真的 你什么 这个废人就是杜锦 哎呀 堂堂李氏集团长子 就这样被骗了一天吧 林家还来报告 可真是想你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觉得李氏集团啊 迟早为你这样的败家赞给败过 我 发死了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刚才就是这个白皮套的废物在哪弄啊 明明是你明轩哪里 我被拆穿后脑羞扯 没有 就是这个白皮套的废物在哪里骂了 你知道吗 这是教训的东西 一群连假货都分不清 对 凭什么教训 哎 李老板 自爱你的场景你多欺少 传出去不太好听吧 虽然他跟念经文一起被赶出了业去 那你应该也要好好管教 你怎么还没空啊 赖在这里 得罪底上 给你的废物老爸是一抹一抹 敬给我扔 就是把我抹钱 你爸还惨了业家 我说说他怎么了 我知道你今天在这闹着一出是想干啥 是不是离开了业家的庇护 混得不好 现在立刻马上给李少跪下来 仓头道歉 我可以考虑给你一副起面的工作 就凭你刚才对李少的态度 可从认错 都是轻的 叶老板也是在帮你 赶紧跪下道歉 我给叶老板一个面子 为啥可从认错 别不识抬举 赶紧跪下 车头道歉 老子跪天跪地跪妇 你 我配 还嘴硬 离开了叶家的庇护 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废人 赶紧滚 谁说没人要 我告诉你 叶晨现在是我的一红伯 你刚才侮辱他 给我道歉 你当我一红伯 我会帮你调查出 到你下宝室 叶晨 什么时候绑上林家大小姐 看来这一趟没白来啊 是你家的狗也看不出叶神厉害 他哪里厉害 难道是床上的狗厉害 让你舒服了啊 哈哈哈哈 这个废物根本就配不上你 别再犯傻了 赶紧和李少进包间吧 立柔 我一直忍你 你别跟我得寸净视 一个人渣我也忍你很久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继续纠缠我 我未婚夫是不会放你 一个业家的死圣种 我还真不疼 我摸他李少说话了 别忘李少手里还有咱们林家想要的那块地 我把那块地买过来盖文完成 又不是林家的继承人 立柔 为了那块地皮 你还是要爬上了床 到时候 让这个废物尝尝绿帽子的滋味 还敢狗极啊 这废物得罪了你 你不别想再得到那块地皮了 还不赶快过去护理上 还等什么 赶紧过来护理上 这个废物能给你什么 立柔 你帮我护背包间 帮我玩耍 我可以不追究你 他把地皮给你 立柔是我了解 我会护理 这个业人家的废荣 你凭什么拿到那块地 那个手松贴了 这个废物 都李五千块都不错 立柔 还不赶紧过来护理我 你个人渣别想碰我 我告诉你 老子我爱你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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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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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京 你当了叶家的继承人 你也发了一盆子 要是这事儿查出来 咱们谁都跑不掉 下去了 让你帮忙就是当我为夫妇 只是这样会得罪给你去 只是这样会得罪给你去 那个半家子啊要再敢找事 我就再救你 让你帮忙就是当我为夫妇 好 等我拿回地址 重新掌管您是其他 我一定会帮你查出 看你最早失败的现象 那我就先走了 没问题 走吧 哥你没事吧 你怎么开车的 说话客气一点唐氏集团 就算撞死了我赔得起 算什么东西 我哥要是有点事儿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不就是想讹两钱吗 说吧 想要多少 我想让你滚 你小子不识抬局 万一后悔 你别缠着唐家 唐老 什么态 赶紧给小伙子道歉 是是 你 你到底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院看 我倒是不用去医院 倒是面前这位唐三爷 得马上去医院 好小子 唐三爷对你这么客气 你竟然诅咒他 再多说一句 你信不信 宇龙家要了你的命 别在这儿乱笑 你刚才是我 现在这位唐三爷 对不起医院 我看你是找打 唐龙 你怎么看出我的病症 快走三分钟 暖泽一小时 你必躲下 好吗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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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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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三爷 刚才唐三爷一直好好的 一定是你刚才动了什么手脚 要不想让唐三爷死 就赶紧给我滚干 嫂子没时间给你点费 你想干什么 唐三爷可是唐氏集团董事长 你是什么东西 赶紧滚干 我知道唐氏集团很厉害 那你不过是唐家的一条狗 少在这儿工作 哼 要不是看唐三爷还算客气 我才懒惰 你敢动唐三爷 唐氏集团 绝对不会放过你 只怕到时候你会跪下去 你对唐三爷做了什么 唐三爷啊 你对唐三爷做了什么 三分钟内必行 走吧 三爷 三爷 你怎么样了 哇好了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不知道 但是 刚才那小子啊 红针扎你 给您不敬 行了 你懂什么 赶快动用唐家全部力量 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是 我立即去办 呐 哎 哥 那你在拍摩会上见到叔叔呢 见到了 老的不愉快 喊臣也不知我的 爸妈被赶出去之前 好歹也给家赚了几亿呢 显他这么狠心 不让哥哥回家 只是暂时回不去而已 等我调查清楚啊 咱爸健保失败的真相 还是会回去的 哎哥 你刚刚帮了康安市集团的董事长 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我帮他 只是因为他对我领貌客气而已 并不是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好 以后这样的话 不要再说了 哦 知道了 那个走吧 先送我哥回家 我看你体内有黑系瘀结 这清澤呀 这植物 这可能就丧命了吧 你神经病了 你神经病了 我活得好好的 你敢救我 不幸拉倒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一个摆摊的 还坚持算命啊 国体内黑其瘀结 接下来是不是要破财免财了 不信你就走 照样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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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敢在健保拍卖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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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就是跟我们林家作对 李宇柔 他得罪了李寿 我们是在为李寿办事 你要是敢阻拦 就是和李寿作对 你好好想想 你们林家敢得罪李十几端 李明轩是自作自受 你这条狗就别在这叫 李宇柔 我告诉你 要不是李寿对你还有兴趣 老子今天连你一宽收拾了 就凭你 哇 我好怕呀 你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就会躲在女人屁股后边 他们这么多 李宇柔 心疼了 我说与其你倒贴这个野种废物 你不是倒贴我 我绝对比他强 能让你再说 一死 你吵死 我在吵 我在吵 给我打死他 这次先费手一个月 之后再胡说八道 手和北起飞 不 你卸住我等着 你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走 你是李宇柔的人 不 昨天派我们三爷今天早上组合我们大小姐 派我们三爷让我来 那我也有事 想想派三爷 我跟你们一块去 派三爷 你是叫了这个废物 你起开 给老子放嘴 叶辰 唐家吃最白两道 在地东的民生是数一数二的 你怎么惹到他们 是他们惹我的 叶辰 听说过你 我就是一个碰瓷的废物 都要吃软饭了 骨头还这么硬 一会儿到了唐家 看你还能不能硬起来 我倒想后悔这 昨天救了他一命 我倒要看看 让我走 你确定现在把我舔掉了 一会儿见了唐三爷 你放 现在 我会想这三个小偷 一会儿打你们之后 你还没有这个本事 先害三爷 直接又堵住小姐 今天别想活着走出藏家 走 混账 混账 谁让你把他 谁让你换他了 三爷 您 您不是让我把他绑上叫出去吗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对他道歉 否则 滚住唐家 三爷 三爷 三爷我错了 三爷 你一亲为了唐家 你 你不要把我赶出唐家 三爷 去求求叶少 叶少 叶少 叶少我错了 叶少 还不赶快谢谢叶少 谢谢叶少 回家 是 是 三爷 叶少 实在对不起 刚才吓人冒犯了你 我再次给你道歉 叶少 请 来 叶少 请坐 请坐 请坐坐 不费是上好子杀户 起出来的茶 就是行 不过 今天唐三爷 请我来 不只是 请我喝两 叶少 今天 你看我生 与唐子轩 提名的黑气 他回来说完就 遇到了 我请来张生一 爱你办法 原来今天打我爸这种姑娘 这是唐三爷的尊严 实在不好意思 我请他 比叶少 到下 你们这一个事 他是我们唐家的掌上名主 就叶少 就叶少 走吧 让我去看看 唐老爷 已经给唐小姐吃了药了 明天早上一定能行 您放心吧 夜少 这是张神灵的 您看看子萱怎么样 夜少 只要能把子萱救我 您要什么都行 还有救 本来就有救 你哪来的神棍 早在这就张神弄 也才是神棍 我说有救必须是现在救 我说不到 你敢质疑我的医术 张神医的医术 在全世界都比你大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张神说 神医会乱用药 你什么意思 给我说清楚 要不是你的用药 唐小姐体内的飞气 更会增加 你要是个骗子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刚才一样 他就是故意吓你 然后我骗你的钱 唐小姐明天早上 一定会醒 现在也不急 等到明天早晨 唐子徐 屁死你 唐帆爷 如果你信过我 我十五分钟 让唐子徐醒来 如果你信过我 我现在就陪你走 十五分钟 你好大的口气 你知道唐小姐的军人在哪里吗 就敢吹牛 我不知道难道你知道 你要知道的话 怎么会乱用药呢 那也比你什么都不会 就会吹牛强 既然你说我吹牛 那敢赌 我十五分钟 那唐子徐醒来 唐三爷 唐小姐娇声万语 可不能用俩打赌的 是快赶他走 唐三爷 如果你信过我 我现在就可以走 不过 唐小姐有点耗的 别说没提醒 你也说 我欢迎你请来 就是我信过你 你要是能治好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你倒是治不好 那下场 你自己听 我倒是无所谓了 怎么 小沈亿 你还懂吗 哈 你骗子 懂什么 咱也不懂大的 就 谁输了 谁跪下磕三个行头 然后从这跳出去 哦 就十五分钟 等着你给我磕头 怎么办 你先出去吧 十五分钟 黄老爷 十五分钟 他还指定对船下来做什么 咱们不能出去 小沈亭留下 你们出去 你流氓 你必须脱唐小姐的衣服 不要哼唐老爷 闭嘴 唐老爷 张世仪 这日是流氓 快进来 不是 他刚才脱唐小姐的衣服 还在他身上来 不容易 啊 就知道你不乖好意 你就是看唐小姐跳的 想占不钱一 也是吧 我这么相信你 你这算什么回事 十五分钟还看 唐老爷 他就是狡辩 你不废了 他都对不起唐小姐 唐老爷 一分钟 唐龙 进来 唐龙 进来 爷爷 爷爷 紫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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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骗子 唐三爷 是 子萱 不许胡说 叶绍 刚才救了你的命 唐三爷 那你 刚才叫唐龙进的事小男生 叶绍 刚才是误会 实在对不起 你才是真正的声音 你救了紫轩 你是我们唐家的大恩人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呀 他就是我必须做的那个骗子 紫轩 他没有骗你 之前 他救过我的命 刚才 又救了你一命 谢谢人家夜少 真的是你救了吗 谢谢夜少 张神爹 记得刚才都送个诗 我给唐小姐吃了药 能嫌 肯定是药起座 哈哈哈 你胡乱给唐小姐用药茶 点害死他 现在立马跪下赵歉 我就不用你配出去 你你别骗子 想让我跪 做梦吧 张老爷 有人在你的地下 这样说 他怎么会是谁 哈喽 是 唐老爷 我说我也发了唐小姐 你不能这么对吧 你个骗子 认识不输吧 打死我也不会被你 张正义 夜少是我请的贵客 你要是不理心 跟夜少的主约 皇家的打门 这就是给你点教训 如果别再过来看你夜 怎么了 你还不活 活了 多谢夜少教训 看你认错态度还不错 就不让你 滚吧 多谢夜少 我认识就 滚 哎 夜少 韩晨你厉害 你治好了 子弦的病 你想要什么 静吧开口 陶小姐体内还有黑气 等完全好再说 你真的就没害 厉害谈不上 不过不是骗子 我错了 说我永远不是拍摄 夜少 你不要生气了 我没生气 夜少真是大人有大量 你下次再来啊 我让爷爷派生去接你 哦 你就告辞了 好 请 你昨天怎么回事 你得罪唐家了 我如果得罪唐家 还能好得能在这摆汤 你没得罪唐家最好 我这两天准备和唐三爷见面 你见他在什么 做什么事 还在那什么事 买地皮的事 雷如得罪了我 就要去别的地方 拿那块地来捡一块 刚好唐三爷在城北 你要找唐三爷 对 我已经跟唐三爷说好 唐三爷的那块地 比李明确的 我一直要更好 哎呀 连唐三爷都勾搭上了 雷如 真要命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不然 你的下场就跟那只赖皮手一样 你这废物吃软饭滚别 就告诉你 打狗还得看主人 那件事 我回头上去 你个一世无成的败虾子 李正伟 能有你这样的废物 这家产 迟走别人 那我也比你这个废物强不告诉你 我不可能就吃软饭 叶臣不是废物 他是我未来的老公 才没有软 哎呀丁一生 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呀 是不是因为 要给他戴绿帽子 所以提前的好人 没嘴 你个废物又咋老子 你个废物败家子 以后见到老子给我客气一点 不然见你大意思 你赶紧滚呀你 不是李宇柔 你也敢对我大夫想笑 没听到吗 敢进锅 李宇柔 你去见唐三爷 应该就是被他给睡了 啊 哎你不如跟着我的呀 我比他年轻 身体比他好 比我二的比他好啊啊 我废了 你敢逗 宝贝灭了一群集团 叶臣 你不要瞅瞅 那人啊 怕了 哎你不如就乖乖跟 当你是少 伺候 以后要什么地皮 有什么 我都告诉过你了 我有老公就是叶臣 不是哎 我说你是个贱货 你就爱倒梯啊 跟个正费我还是 他已经把你给睡了 还给我玩死了 你个人家在这里狗叫什么呀 哎呦 没玩 那就还是出呀 那你跟我走 真让你 吓 求这么玩你 老子人你很求 啊 叶少 现在还不能等 哎呦林玉蓉 你知道不敢得罪我的李家 还不赶紧滚过来 还不他妈快 那种 我知道你们想要扛三爷 但是 不管你们出多少钱 多钱 哎我就不信他能卖给你们 记住 扛三爷 不值看钱 这块地皮 我会帮羽肉拿下的 你个靠牛 帮他他费我 你要有那本事 你在这买汤呢啊 他不是费我 那咱们拿下同家的地皮 我们就结婚 还结婚 那个时候 迟早 叶成 就等着我绿 你喊嘴 叶成 我告诉你个废物我缺到绿 像这种废物 我一定 叶成 我们现在还不能多醉于家 过段时间 我给你安排工作吧 不会让你被别人吵不起的 不用了 我要是没本事 你给我安排再好的工作 都会有人看不起 好吧 是你的 我跟唐三爷约了明天见面 要不陪我一块去 好啊 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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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 叔叔让你明天回来一趟 烈红涛 他让我回来干什么 回来再说 好 怎么样 我明天得回也叫一趟 我明天得回也叫一趟 烈红涛 你还真要紧 先别管这个 听林叔叔说 你是李雨柔的不喝酥 你们什么时候搞这一次 什么叫搞到一起 别乱说话啊 我这不是高兴吗 李雨柔 可却照雅星好太多了 你 你和雨柔怎么样 你和雨柔怎么样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是怎么想的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李少 李明轩我还不拿她 林雨柔长得十有几分自私 你喜欢她也挣她 你要跟我说这些 我得过 高党 你要和林雨柔结婚 送点东西 你是进了李家大人 路关片 我可以投资 和你给我买一块地皮 你有这么好心 买地皮送给我 你有这么好心 买地皮送我 啊 梦七我养的这么大 从来没有可以带过她 而你呢 虽然被赶出了业家 我从来也没难为过你 现在买一块地皮送给你 带到林家 林家也会过分难为你 别管玩磨脚了 说中 你得罪了李少 林雨柔 肯定也拿不到那块地 坐着乱船 而林雨柔 其中人的身份 也会保护 我买块地皮 送给你 带到林家 你就好好当一个罪罪 不该管事 就不要 什么是不该管的事 难道你怕 我查出当年我爸建保失败的事实 事实法在眼前 我 可我不相信那就是事实 什么意思 不愿意 我是不会放弃调查这枪 那你得我这 什么也得不到 我根本就不稀罕 我会靠我自己的帮助 你又拿到那块地皮 一块地皮 最少值五千万 一个白一堆的废物 都能有七个钱 你买得起 又不着你管 有骨气 我看你怎么收拾 到时候 老婆跟别人睡了 别人说我没帮你 你还是好好想想 如果我查到当年的真相 你该怎么办 哥 这是我最近攒的一些钱 你要不先用着 不能让对面瞧不起 哥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你的钱 可是 人事集团毕竟是大家族 你想去林与柔姐去 那不得表示表示 哥前两天救了一个人 也许他能保护 何况啊 哥还有健保的能力 不会被人瞧不起的 哥 你有办法这些 放心吧 今天也看到了 变更高的表情 明显是不像我追查真情 肯定和爸爸健保失败 留在叶家 帮我找找找 谢谢 为了哥 为了爸 我一定会找出来的 是吧 大爷 别说你想要做橙子 赵伯 有机会 你搞了个民贷新华词 你给他抓着眼 四周宝们 然然大气 我喜欢 你开个架 怎么能赠你老师 你两千万得了 哈哈 不贵 哈哈 如果是生气 两千万确实不贵 您这话很大意思 这就是个真理 李老板 你这其他词评 的确定不影响 这 绝对不是真理 你懂什么 李老板 怎么可能拿个假瓶子来做生意 你也说 这都是文物 你不懂 这刺划评 是真理 你也说 他算什么业 他就是一个摆地坎那 他连来这清华词评 见了那些 认错了 正常 李老板 别看我进来地坎了 我什么都讲过 明代官有清华词 一般讲就是精致 您这话评论 上半部分的确很精致 但是这下半部分呢 人完成了 这文理乱 那是时间久远 哈哈哈 文所未文 我从来没听说 这报的时间成文明 唐三爷 这明显啊 就是李老板在拿一个用 那三爷 别听他少了胡说八道啊 他这种混蛋混蛋搞乱的 这绝对是真正的 唐三爷 两天要买个页片 就继续不会 李老板 你可不能这样子做生意了 啊 你欺负我 老眼昏发 啊 没有 没有 叶少 没想到啊 你还能看出文物的真假啊 以前在外面摆地摊 跟我爸学了点 说不定啊 这那天就点头漏了 啊 就是叶金辉 什么 你是叶金辉的儿子 哎呀 这个紫砂胡 我就是从你爸那儿买来的 你爸可是 健保专家 只可惜 十几年前 那次健保毁了他 我爸是被人陷害的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嗯 叶少 你救了我和子玄 今天又帮我 省了两千万 你有什么需要 尽快开头 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会开头的 那 火星什么事 好 请 叶少 你终于来了 我这几天好难受啊 我都不敢乱去啊 唐小姐 以前没有难受过吗 没有啊 但是 被你扎了之后 人生几天没有了 人生难受了 那唐小姐 把小夫弄出来 让我给你扎几身 要在哪里 你过来捡啊 要在哪里 过来捡啊 我还是先出去吧 一花花一花再叫我 我都是长拳 没的话 快来捡啊 你为了什么呀 上次都把我脱光了 上次是因为扎生地方比较多 所以我才脱光呢 叶少 你轻一点 我就让我扎你 谢谢叶少 叶少好厉害啊 这几针加的我 好舒服啊 一点都不疼了 叶少 叶少 接着鸣片 再来一次啊 你俩先把衣服穿好吧 叶少 你怎么 老对我爱他不理的 是不是因为上次 我把你当成扇子 打了你巴掌 你跟我还疼吗 没有 你怎么还是也原谅我 你肯定没有原谅我 你要不 你也打我一巴掌 大家就扯平了 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我要打了你 唐三爷一定让我躺着出去 我怎么使得让爷爷收拾你啊 就算躺着 也要让你躺在我身上 唐三爷我也没问题 你问我谁是谁啊 我唐大小姐会比不上坑 哎 这唐三爷怎么还过来 再等等吧 哎 你说 来来来来 今天我请了唐三爷过来 去你自己去 立正 我说过 不会让你买到唐三爷的地 你别挡他 你不需要 我已经让我爸去买到唐三爷的地 你真以为你那个废物出去 能帮你得到唐三爷的地 啊 叶长马上就回来 废物 那个废物 怂了 他知道李上要来 不敢来啊 就是 他就是个废物 怎么能跟咱们 李上 对 你们先出去 啊 传呢 你进唐三爷包厢 也是陪他玩 哎 那你不用陪我玩 玩高兴了 直接陪一个 你拜 你给我走 不然呢 夜子来了 有你好什么 就他那个废物坠续啊 还真有个用 废物 那个废物根本就不敢 不就是一个摆地摊的吗 真觉得 哎 逗得过我呀 王 那conf 你去 你去 你个为啥子把鸡哈哈 非得你 有不一套 一 audience 去 让你不出去 你放大口气 你知道你们一会儿要见谁啊 我可以到肥子给我鬼出去 是不是一会儿大人木来了 看见头突然啊 就我们立家的人 你们还真是改不了狗眼看人的嘛 你只配給我們臨家當狗 不對 你給我們臨家當狗的資格都沒有 對了 我叫你去找陶三爺 不行 你算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 我學會你 你讓這些人走出去陪我玩好嗎 你不是 唐三爺我們在包廂等 林小姐那個雞皮送人了 今晚再見面 以後有好的機會再合作啊 不是唐三爺你不能來了對我 唐三爺不來那塊雞皮就殘不成 你如果不離開這個被我臨家的繼承人 你就別當了 那塊雞皮我一定會拿到的 你怎麼拿 你覺得這個廢物能幫上來嗎 說不定我真的能幫 能幫 你把你地套上那些霸蠟賣了 還是把你給賣了 爸就是把這個廢物賣了 他也買不起那塊雞皮 我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小做 你不就是之前 給唐三爺幫我了什麼 你這個人家在起雞皮 我告訴你 雞皮今晚就會在我馬手上 你趕緊給我管 別處理我們臨家了 你給我們臨家當墜序 陪刺 烈神是我的對方 您不去侮辱他嗎 我們是在侮辱嗎 我們說的是事實 看李少還沒嫌棄你 趕快過來陪李少 別站在那個廢物根強 你們這群有眼無珠的瞎東西 今天晚上李政委肯定拿不到東西 你這就是吹牛的廢物 幹活 李明春總比你會怕 賭什麼 咱也賭大 咱們就賭 如果你輸了 你去到大街上連坦三生 我是傻逼 行 那要是你輸了 我都會輸 這萬一輸了呢 你小心點 行 那你要輸 到大街上給我 然後把李明春 嘗嘗 看著我玩 哎呦 怎麼 看 長三野包才給我打電話 說那塊地皮已經不在他手上了 我覺得應該在李明春手上 你可別上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讓他連海三生我是傻逼的 林宇 那個廢物 有多大本事咱們都知道 他是不想要你了 把你朝李政傳上送呢 就是 你知道他做什麼 葉長 趁現在街上沒有人 趕緊下去 乖乖喝三個小狗 五個廢物 不過 不管那塊地皮在誰手上 我都有本事買的 你就等著給我喝一口 然後看給我玩 李明春 這塊地皮 你無論出話去 爸都不拍給你 葉長 你在說什麼瘋話 爸 他說 那塊地皮在他手上 他在做什麼 看清楚 這塊地皮呢 他的確在我手上 怎麼可能 唐先生怎麼可能把地皮 給你這個廢物 送給你了 李明春 趕緊趁著街場沒人 去喊三生 我是傻逼嗎 你這個廢物 肯定是騙男生 你跟那個假的 李明春 月朵服輸 趕緊去喊吧 你算什麼東西 你就跟你玩玩 這個地皮 我們要鑑定 隨便 李明春 沒想到你不僅是個敗家子 還他媽是個縮頭烏龜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也行 以後再不要來打擾我 否則啊 我真的要你變成一個廢了 就算你從唐先生那邊的地皮 你也還沒買一趟的廢 有了地皮還要見識 起碼一個一 對 建文文扯的錢 我可以吹吧 李明春 該怎麼做 你自己情緒 還不會是等著我教訓你嗎 哼 李明春 你想跟我 他就是個廢物 如果這個地皮是真的 我們願意出五百萬賣大堂 五百萬 夠上下半輩子花了 拿了錢 就補 這地皮至少值七千 五百萬就賣給你 真是黨一手好的爐 你算吧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李少剛才說 如果你嫁給他 他可以出資修建這個文完成 你根本這個費用 你能得到什麼 我給他五百萬已經不少了 你不要得寸進尺 你們不是說了嗎 沒有地皮不嫁 怎麼 要反悔 這廢物 根本就沒有資格 不罪到我們林家 你嫁給李少 對我們林家才有幫助 你們就是想把我賣 把你賣了又怎麼樣 李家家大業大 把你嫁給李家 總比配給這個廢物強 第一題我是不會買的 還有女朋友 我也不會放棄 就算你不賣 還有女朋友 跟了李少 照樣有地皮建文完成 你威脅不了我 我跟紅衛見過像你們這把厚顏無知之人 這是賴喇嘛想吃天鵝肉 有了體皮 我一定能拉來投資 是誰要一個一 我看你有什麼能耐 別告訴我失敗了 哭著 你從呀李少 不夠 不是不會沒有權和李明軒 那個人渣在一起 好 我給你去 啊 我一定會嫁給你 我也一定讓你當我老婆 好 哎 那天晚上你遇到我的時候 真的就喜歡上我了 是 我 在這之前 要解決文案成事 那天我約了英雄經理 想著跟唐三爺談好價格 再約他 說帶可能的事 現在拿到地皮 我明天就直接去錢 那我陪你一起 好 不過唐家的地皮 你是怎麼得到的 我之前意外救了唐三爺 所以他就給了我地皮 也是吧 你今天弄得真舒服 不過 你今天除了給我治療 是不是還想要這個呢 昨天我走的時候跟唐三爺提過地皮 他答應提前給我 這個地皮 少說有七千萬 你要這個做什麼 給我婚妻 你問婚妻可真貪心 如果 你跟了我 我的嫁妆可不止七千萬的定天 當初借我的膽實借 如果你不給我 我就走了 你怎麼還生氣了 真不驚動 給你 多謝 學經理 我是前段時間 跟你聯繫的李英雄 李小姐 有什麼實說 我很狂的 是這樣的 我手裡呢 有一塊地皮 想向您貸款 李小姐 銀行的錢呢 也不是大風刮來的 不是你說貸款的 就能貸 陳經理 我們這塊地皮 價值七千萬 如果以後蓋成了文文城 那價值更不可顧量 把錢帶給我們 不會虧的 多多貸出就不虧 那我們一樣有衡量吧 經理 那您看您要衡量多久 我們呢 都能商量吧 好 這樣吧 今天晚上 單獨來找我 咱們好好談談 陳經理 有什麼 咱就一起談 你算個什麼東西 沒資格跟我談 他是我衛公夫 有什麼說的 我們就在這裡說吧 衛公夫是吧 行啊 那我也把話說白了 在這兒 含就行 想含下來的話 晚上來找我 我看你是找的啊 你個肺 自己搞不來錢 你老婆能搞來錢 你就乖乖地吃軟飯 在這兒叫什麼 我就去 給我開玩兒 不用等到晚上 現在又要玩你老婆 孫子 你再說一句事實 你再說一句事實 看來我們談的不是很愉快 我們就卸走了 林雨柔 你今天要是出了這個門 就別想從我這兒帶走 一分天 我們不稀罕 你說你怎麼找到這樣一個為公主 只會亂叫 還拖你後腿 我忘了 我們可以不從你這裡帶看 但是你不許烏迷夜深 我侮辱他怎麼 林小姐 是你們求我辦事 我侮辱他怎麼 我告訴你 我從來不玩別人玩上去的 要不是看你還有幾分金色 你就是脫光了 都沒機會爬上去的 你個畜生就是招數了 林雨柔 你別想從銀行帶給我一分去 你一個人家 我們還不稀罕 剛才就弄了 這筆貸款 怕是貸款的 這種人家 會跟他合作 其他的 我來想他 其他的 我來想 您好 小婦人 我叫林雨柔 我想在你老公的銀行帶給我 您能給我個機會 讓我說一下項目嗎 銀行的事情 不給我管 還有事兒 哎什麼人 她是房長夫人 對呀 他叫什麼人 本來這個銀行也是他第一次家的 後來找了項目女 陳芳 然後就把銀行給了成團令 他自己幫忙和他 走吧 咱們這人去找幫忙 什麼人 你怎麼算你來了 快來看看這件T4E 這件事 要是傳到民生上 一定是性的迷人 讓陳航長欲罷不能了啊 哈哈哈哈 不錯 很合我心意 是真品嗎 能然是真品 多少錢 500萬 刷卡吧 多少錢 五百萬 五百萬 刷卡 雪夫人 你是 從二毛 小心小心 你別胡說八道啊 趕緊補出去 據我所知 這件黑殺衣 是由彼此而知的 根本不怕和首 用火一世 便知真情 我之前好像聽說過 彼此是不怕和首 沒想到 你還是個想師父啊 什麼人 你別聽著小偷胡說八道 你是我的老主婦了 我怎麼可能 你用驗屁欺騙你啊 我求啊 你就是看他 不行 一試便吃 那就用火燒再試試吧 不不不不不 什麼人 對不起啊 這個是一件驗屁 但也是花了五十萬啊 你這一燒 我這五十萬 不就打水漂了嗎 我看你這家電視不想拍了是嗎 這件衣服 世界可惜了 它只是一件驗 夫人如果喜歡的話 我那兒有件真 倒是可以送 你那有真品 到時候 咱們可以驗一驗真情 你送我衣服 該不會是為了這個 她手背不清 有點硬 衣服 我可以收下 不過 我要讓你親自送到我家裡來 沒問題 那我在家裡 等你哦 沈夫人 幫我打拌吧 這件紗衣摸上去感覺就不一樣 不用火燒就知道它是真品 那是老人 給沈夫人的 我怎麼敢拿家的 那我去試一下 那我去試一下 一會兒你幫我看看 合不合適 合不合適 小師傅 我這件黑沙衣 合不合適嗎 合適合不合適 你看都沒有看就胡說 你怕什麼 你不會吃的 哈哈 真的很合適 你說 這件黑沙衣 真的不怕火燒嗎 對 我也覺得是真的 可是這件黑沙衣 它能擋住了明火 卻壓不住我心裏面的火 那 沈夫人 你可以今天穿上這件黑沙衣 向行長幫你去救我 哎呀 它一直忙 一直忙 更多顧不上我 我這個心裏面呀 很難受的呀 沈夫人 這件黑沙衣 我有沒有錢 你靠近我呀 我就不去吃了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這件黑沙衣 現在就拿走吧 這才聽話嘛 來 坐過來點 這樣 不合適嗎 小師傅 你別想歪了 我只是覺得 你比較懂 所以想讓你給我講講 這件黑沙衣的來歷 這相談呀 這黑沙衣 是武澤天的睡衣 他通常都是穿著睡衣 跟男童玩來一起 怪不得 我穿上這件衣服 怎麼感覺 哪裡不對勁呢 原來 是少個男啊 沈夫人 你別誤會 我 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啊 沈風他都一年多 沒有回來碰我了 我覺得 他應該是在外面找個女人 就是 他早就想在外面找個女人 男人 好好玩玩了 啊 沈夫人 陳行長 應該是比小胖 如果你肩膀穿這件黑沙衣 他一定會把持不住 你別躲我呀 我知道 你一直都在偷瞄我 讓我來試試 你到底能不能把持得住 等他回來了 我晚上再跟他玩 沈夫人 這樣 不好 怎麼不好啦 沒什麼不好 沈夫人只是想讓我看看 這件黑沙衣合不合身 但我覺得能非常的合身 把沈夫人的身材完全展示出來了 哈哈哈哈 這件黑沙衣合身性感 我很喜歡 我知道你是不會把送給我禮物的 說吧 想讓我做什麼 都會答應 我未婚妻手裡有塊地 想從贏魂貸款 建成完成 建成之後啊 一定有這個 貸款的事情 我早就不管了 都是行長說了算 哎呀 誰不知道 陳行長 是您衣服琵琶上去的 再說了 您今天晚上穿著一身黑沙衣 所以陳行長說了 陳行長 我跑不去就行了 呵呵 要戴多少啊 一個億 陳北的底皮 叫他多肥 陳北 這之前不是唐桑爺的底皮嗎 我給你兩個億 把博王城給我建的優點檔刺 那是一定 明天銀行等我 不是 謝謝 給我 走 現在做的 你幹嘛 有 我 你還有臉來這 想 想 债錢 不非脫荒 我 你不找死 馬鈴 恩 陈玉柔 我知道你想的 我再给你一次性 现在就上楼 你跟人家在里 你做梦去吧你 我等你跪着求我的时候 我就不信 我就干嘛 你不批 就没人批 我不批 谁敢批 他不批 我不批 您刚才说给他批钱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听我懂人犯吗 我说了这钱我批了 不是您别被他骗了呀 他手里那块地皮不值钱 你算的是什么东西 你敢怀疑我 可是贷款一个亿也不是小父母 我也是个银行长 黄三爷那块地皮至少为止七千万 而且被准备 将来肯定是 建设成文安城 价值更是 他是想败 崔牛说地皮值钱 沈夫人 您可不能给他们贷款 你身为银行经理 明明能替银行赚钱 却不去调查禁止屁股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就算是不能赚钱 像他讲 别干嘛 你 沈经理 夜上说得很对 我们银行不养费 再说了 你闹出这么大的矛盾 还是拿着你的工资 赶紧走吧 沈夫人 这次是我失误了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医生 是我错了 您倒是替我说句话呀 哈哈 你自己废物别人不用你 你让我去求情 那不是看人家 再不走 我就叫保安了 你的未婚妻 除了比我年轻一点 别的 不一定有我婚妻 是是咱们先办 两位跟我进去吧 我把黑鯊衣送給了他 他說咱們建文安潮帶我朋友一點 有了這塊地鐵和這裡貸款 我一定能坐你家機承認這個位置 能嫁給你 到時候我一定會幫你償新 那您四寶事辦的真相 好 哎 我一定會幫你搶新 李少每一次都是你在幫我們林家啊 哎 李少每一次都是你在幫我們林家啊 李少怎麼又把這個廢物領回林家 真的想一直道歉啊 他不用我道歉 他拿給你投資 我什麼大伙 他能拿來多少投資 李少才是來投資 我才不要他投資 我才不要他投資 李少你怎麼說法 李少都等你斷天了 來過來給李少道歉 做夢 給我出去 李少 這次也真的不害 我從家裡拿了三十元 準備投資給你 等你家人 繼續 你的耳朵是有問題嗎 拿著你的手機滾去林家 李少你怎麼說話呢 你叫說先拿三千萬 然後結婚以後再拿兩千萬 李少那太都沒說話了 要不是看著你這場 我早打你了 明天像個狗一樣的位置 你去 你這废友 幹嘛跟你說去呢 讓我所拐 你不配 我不配 你算了什麼東西 你不要以為你 要把你倆回林家 你就是林家的人 沒有 這個一分錢都拿不出來的窮光蛋 你真要養不著吃晚飯 誰說我拿不住錢 你的廢物能有多少錢 你也敢跟李少比 我剛才說錯了 你不是一分錢都拿不出來 你跟你那個廢物老爹 擺了幾年地攤 應該也能拿個一百萬 一百萬也好意思拿了出手 別在這裡丟人現眼 誰向他捷入我 那他有多少 林柔 一個倒貼的賠錢過 別在這裡騙亂 你嘴裡在哪兒看不見他 老死 還敢動手嗎 我不敢動你 我還不敢動你 我還不敢動手 還是什麼 好大的口氣啊 你不過就是個吃老闆的廢物 那林柔跟著李少 殺個錢 就一下 還想打我 我爸沒把義倒出去 以後算夠給你了 趕緊鬼 一沒本錢 二沒本事 林柔交給李少 至少拿五千萬 你能拿多少東西出來 我能拿兩億 你要能拿出來兩億 我跟你像 就連我們林柔 也不敢說隨便 能拿出兩個億 你個白雞團的肺 就會吹牛 你們不信啊 他真的會打你 林柔 這個肺物幾斤幾兩 你不想做 做夢啊 兩億 他要有兩億 我跟他姓 李明珊 你這樣的孩子我可不要 上次我拿到地皮的時候 就沒有出門去喊三十五十傻兵 那這次我拿出兩億 你立馬給我共同一家 尚心 這次你絕對不可以 那個肺物已經堵了 你怎麼說呢 你怎麼說呢 我想怎麼 我要取有 然後 讓林玉瑩跪著 接我這兩億 沒問題 你要說拿了兩個就出了 別說 讓玉瑩跪著 就是磕頭接錢的 要是拿不出來 就不會出林家 那塊地皮 也只想拿走 看清楚了 這是陳彤長 給我簽了兩億支票 加上地皮 算是給你我更開禮 陳彤長怎麼還不給你這個廢物屁兩斤 李明珊 我 夜明珊 你可以滾出林家了 你倆懂了 我等著 我等著 有了 這兩億 你又可以去 我們 絕對 不難著 林涵 哎 你剛是不是忘了 咱怎麼說的 這兩億 別讓林玉瑩跪著的錢 夜長 你別欺人太甚 不想要 不想就算了 這可是兩億 跪下 啊 跪下 好 想要錢 就別用臉 這兩億拿著 這兩億拿著 挺有好的事 夜長 先是地皮 後又是貸款 你是怎麼辦到的 我先救了唐三爺得到了地皮 然後又送了黑沙衣給沈沛容 借造了兩億 我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娶你啊 真的 嗯 那明天就去領政 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不走了 想著沒 出去 你還 真的要走啊 你還真走呀 有這麼漂亮的老婆陪著我 我怎麼知道 有嘴巴蛇 那你吵一吵 你想幹嗎 當然 是老婆給你睡覺 你吵一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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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給你睡了 今天要進鎮 讓你少有人 這麼漂亮的老婆啊 我根本聽不下去 喂 哥 快回來救我 怎麼了 你鳴靠ya扯進咱家 幫我耍流氓 李鳴靠acher那個人渣 不急趕見回去 李鳴靠 你來幹什麼 哎小夕你这大白天一个人在家 滚 你敢碰我我哥不会放过你吧 我根本就不怕那个废物 他睡着凌晓我就让他付出代价 跟我好 拿你开婚 你还算有几分字 拿你开婚也不错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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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轩 老子别废了你 你这飞我干嘛啊 我不台业 Municipal 我要你管我 你不让没什么伺候 我让你没伺候啊 老子叔侯迟早 让你别这 我弄 ca 叶家他废物伤了我儿子 这笔账怎么算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废物 让他给李少磕头认罪 是不好明轩 我让你叶家全部过斩 你别难过了 他真的是太过分了 叶弹 杀了李少 那是他想吸烦我 我哥说我有保护我才 李少能看伤 那是你的福气 别不知好歹 李明轩这个废物 是他活该 倒是你 要是再敢找人妻 我是不会找你 有什么问题赶紧跟我道 你少磕头道歉 是李明轩些欺负的小琪 凭什么叶强要道歉 我们叶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跟外人插座 我是叶晨为顾问的妻子 怎么算外人啊 我差点忘了 是你倒贴这个废物 你在叶家 什么李少 赶紧跟我回去 你少磕头道歉 否则 李氏集团是不会帮过你的 李氏集团我是看不上 不过 倒是他去叶家为难你了 平安你知道吗 赶紧跟我回去 我又不是叶家人 李氏集团为难叶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想让我帮你叶家 除非让我和我爸重回叶家 你想到没 那就没什么好长路 不就跟我当不上 孟芹啊跟我回去 小琪不能回去 万一又回去了 叶红头又让人欺负你怎么办 嫂子你放心 我回去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对 有问题记得及时打电话 李少是叶晨所事 这些年我们叶家对李总可是恭恭敬敬 李总不能赶紧杀绝啊 不能给我们留活路呀 叶晨的嫂子一天不来 你们叶家就赔一天 直到赔破车 李老板 你这是要把叶老板赶紧杀绝啊 那我儿子的思想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总得有个说法 李老板 听说你最近 正在跟帝都的赵氏其他合作 你的账面上可不干净 怕是合作不成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叶家的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但叶晨的傻子 我是不会放过的 那废物就不是我们叶家 李总可以随便投资 我还要叶孟奇嫁给我儿子 伺候他一辈子 能高拍上李老板 是我们家孟奇的福气 哎呀 这皇子多好 不像我们当年对付叶晨天意 把他搞款 我们各取省区留钱 大家一起啊 哈哈哈哈 周董说的是啊 雷哥我刚刚偷听到是谁信害爸爸了 你先藏好等我回去 嗯 我一定要快点来啊 哥我刚刚的房间都先到了 就是你这玩意的恩典还爸爸先往失败 要不喝了你大的钱 还有还有个祖龙 我我没看清 你你在这胡说什么 啊 你说你还睡 你还敢来 你走 跟我去跟你说磕头是什么 现在我爸的主人到底是谁 你说出来 我可以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让你倒 你到底说不出来 你爸 那就是健保失败 你再敢乱来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哈哈哈哈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咱们走这桥 走 叶木星不得走 你少快 乖乖嫁给李少伺候李少 我才不要嫁给李少那个败类 你给我闭嘴 老子当初把你留在叶家 把你养这回当 是该你来报答老子的时候了 老子让你嫁给他就嫁给谁 叶红涛 我妹妹的杀人 能不能走 你 你们怎么样 我爸当年是被陷害的 你可他们不肯说出中国议事 我们也没有瞬间 哎哥 我听那主谋说 最近李正伟和赵亚信有合作 但是李氏集团的账面不干净 让他小心 叶红涛不肯说 那我们就让李正伟说出中国议事 李氏集团的账面不干净 可以让沈佩蓉帮我们唱一唱 你晚上来临家一堂 我也会帮你 好 李氏集团的账是有问题 但是他和赵氏集团的合作早已敲定 银行已经初次同意 给他放放十个亿 赵氏集团在地图 你们银行不太好控制 再说十亿可不是小数 你们就放心给李氏集团吧 李正伟和唐氏集团 这个项目是块肥肉 这赚钱不就是要冒险 赚钱是要冒险 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的风险小一点 谁 唐氏集团唐三爷 唐三爷可比李正伟厉害多了 他黑白两道通知 项目的开发也会比较顺利 而且我相信唐三爷的伟人 掌握绝对感情 我都忘了 你还有唐氏集团这层关系啊 我已经跟三爷打过招呼了 三爷的意思是有钱就赚 不过我得让唐三爷晚一点接受 如果唐三爷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我可以优先选择唐三爷 那就谢过沈夫人吧 今天我有两句事要说 第一件事就是让叶臣当女士集团负责 第二件事就是要忠实于女士集团负责 连宇人 你发什么疯了 能让叶臣上锅吃饭 我已经给够你面子了 你还要让他当什么费 别个摆地车 等什么车呢 本完成的项目已经承包给女士集团 现在不跟他们合作 就要统统找承包车 你以为这是闹着玩的 我是女士集团继承人 女士集团是我说的 您的赘婿还没有正式过门 就来争够我们林长的财源 这个副总我可以不当 但女士绝对不能跟女士集团合作 我就是李少 之前对李宇柔有好感 你自己比不过李少 就比不上我们和李少 李宇柔 你看啊 你找到什么来着 你知道什么 李氏集团账户不移 银行都不会贷款给他们 真的吗 可是我怎么听说 李氏集团马上就要和赵亚兴 他们合作不了他 你又知道了 干懂吗 叶全当副总的事 这件事再说 但是绝对不能和李氏集团合作 李宇柔 你不能为了一个上门女婿 和李氏集团闹饭 我是为李氏集团 但也是为李氏集团 这个正习有什么好 怎么一生让你哥哥上朝外 你在家吃软饭 也没人知道吗 不要在合作上添乱 我最爱在说 叶全不是贝贝 他是我老公 李氏集团 李老板 自己做点赵 你一通带不出来 也不能做人家回事 那废了 你害了 儿子 那你废了 你还没有这个 是 我在这里等你呢 就是为了问你 当年限了太古话 这种实在是什么 如果敢不说 那 秦家 你这废了我 靠气还不少 敢在我面前说大话 今天银行的事情 是个意外 我就不相信 陈峰不给我面子 那咱们走着瞧 听说你跟赵氏集团 集团不少钱 你说 这钱好多 项目进行不下去 违约经营 就这么做 你个废物汉 你明知道 我跟赵氏集团合作 这钱从银行拿不出来 赵氏集团也不会放了你 谁说你拿不出来钱 这项目就没有 唐三爷已经跟银行谈谈 我让他晚一点接受项目 等赵雅兴来找我 也等你 来求你 求你 做梦 我看你能撑多久 只要告诉我紫团 我可以让你守陪 不然等项目进行不下去 你就指我继续联系 就凭你 你就想一个人 挖垮我李氏集团 席 说 我说 是什么 你事要要 什么 你事要要 是什么 我首先 不是 我aka 公主 我要看我 公主 不能合作就快賠違約間 一能能能肯定能合作 莊總啊 您在等呢 加給你三天時間 給自己看你 看來改天 應該去見見野場 莊總啊慢走啊 你來這 我們肇事集團 你查一個人還不容易嗎 幾年不見 聽說你傍上了林雨柔這個符話 怎麼還住在這種地方 滾開 要不要我重新買到無法萬的事 雖然你吃晚飯的時候呢 心裡有點怒氣 不過林雨柔是真心相愛的 一起看 幾年不見 你個廢物真是長本事了 你還敢這麼跟我說話 你不就是被我甩了個廢物 你就算傍上林雨柔 在我眼裡 還被一個廢物 你就算傍上林雨柔 在我眼裡 還是一個廢物 你的廢物現在還敢瞪我 你現在要把你的桌子扣下來 我就站在這兒了 算了 我跟你一般站起來 沒事的話就滾開 哎 李建伟的事情你打算怎麼辦 他自己心裡清楚 如果他肯說出 某個父親的主謀是誰 我可以讓唐三爺體現交手交 給他留意 唐三爺 你個廢物還能搭擺像唐三爺 憶神不是這人 你就是林雨柔 倒是有點臭 也不知道你看上這個廢物是什麼 你又是誰 有什麼資格在這裡 我是他前衛婚妻 他太廢物了 我甩了他 我在這個 也許不是廢物 是你家裡 你一個道兵的賠錢貨 脾氣還敢這麼大 這麼維護這個廢物 怎麼 是他把你伺候的舒服嗎 嘴巴給我放乾淨 怎麼 你這個廢物還想打我不成 你敢弄我一下試試 我這是給你的教訓 你再罵廢物試試 竟然敢打我 你這個賤人敢這麼對我 你要再罵劫 我也帥 你們給我等著 我這次過來是有事找你 李正偉說要見你 在賤賣會的包廂 他要見我 嗯 估計他這幾天是熬不住了吧 想問你說誰是緊張的事 只有 謝謝你 你相信我 我和趙雅欣 現在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只愛你一個人 好吧 我信你 你快去吧 我給家朋友 好 嗯 一會兒夜少來了 好好給我配合 我給你一個人 放心吧 哥 夜少 您終於了 快快請坐 說吧 就過去 夜少先不著急 先讓小梅陪你喝兩杯 一會兒再說 大英少 我敬你一杯 大英少 我敬你一杯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呀 天之外 看著別人 我認識 我不平手 你哪能搭火器啊 那讓我看看 我能不能搭面上 尖尖 你不是幹活嗎 才會玩這招 叶少啊 这都买我不好 我把这瓶吹了 向你赔罪 大人不必 直接说吧 就猛中的事 叶少的 你高台会少 一定要帮我 你要是现在说了 我明天就让唐泽业就收下 这样你的损失还能少一点 叶少 我一能说 说了我就没命了 你抱我一把想 如果不说 那你就继续生不如死吧 老子也老了 给你在这儿了 叶少 叶少 你刚才看见 我瞧他不管用 无论如何 得帮帮 去找林氏 把项目的10%分给他们 多谢 你怎么来了 昨天我做了什么军事况 不说成某种事 你就等着给你猴子的钱 小朋友 叶少 不得无礼 你老板 是来谈生意的 我说了 不会陪你吃酒 叶少 听见你老板 说什么声 叶少 你只要向银行警示亲 放 我保证 我手上项目的利润 10% 我送给林氏集团 刚才 我和女老板算了 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利润的10% 也就是五个亿 归我 常理的这些 也看妖子 我说了 不会和女士集团合作 那是钱 你怎么能不赚 你为了这个废物 是 得罪你老板 就算不是为了叶晨 我也不会和女士集团合作 钱可以从别的地方成 但我和女士集团 不会再有任何 什么都不认识 白给了 不认识 你居然用死了 那没什么说的 哎 李老板 李老板 李少主 这废话 李老板不追究 你打伤李少主 还要和咱们合作 你也不是排局 李老板不追究 你打伤李少主 还要和咱们合作 你也不是排局 合作的前提 是你得交代清楚 当年谋害我 把剑宝失败的主流是谁 否则一切给他 叶晋辉当初就是剑宝失败 没有人 那就没得了吗 李少主 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这样和李老板 乖乖的听语老板 话话 怎么签啊 要不然滚出林家 什么 你还不找 我留在林家是为了许首 难道你倒真觉得 我看得上你林家那种资产 李少 合作我先换你 好好劝劝你这个资产 免得他跟那个废物老边赢 你不错 不错 我不是废物 他没有错 都是你能害的他 今天这个合同 我是不会减刺的 我倒要看看你能熬多久 你以为就减你 就想打垮李世纪 你呢 方向四千 自己开的办法 怎么走这桥子 走 李世纪 你好好管管这个软犯啊 别给脸不要脸 叶神做的决定 我都会收拾 我看不出来这点废物到底有什么 你还得罪了自己老婆 你还得要护着他 林婷 我看了这个合同 就别想踏进林家 你敢不让他进林家 那我就让你在林世纪 我只是想查出当年我爸 你现实的真相而已 至于林家的损失 我会回来 这无意损失 你能捕回来吗 我爸当年意外惨死 我一定要找一只枪 我会出来又能怎样 你能重回叶家 当你的叶家打伤 我呸 别做梦了 我看你 还是好好当你的软犯呢 帮我们林家把那五个亿拿回来 再说 我最后再说一点 那是不是软犯 他就是入追我们林家 靠你倒贴的软犯 我是有才女的 城北的那块地皮 和你故意的结合 你就是 是一块地皮和那两个亿吗 能吃一杯吗 李明仙那个人渣 怕是连李的亿都拿不出的 是拿不出的 不过他是李家的继承人 迟早会拿出来的 是迟早把李氏集团给拜光了 如果不签就很 李震梅 很快就把李家签给折腾光了 你还是不签 不签 我这样呢 我吃到把林家费锅 我这样呢 吃到把林家费锅 我走 赵老板 夜神的废物是软硬不吃啊 我再从银行拿不出来钱 我可真要货 咱都是一条山二的马上 你就绑绑我 你还威胁 我可不可以 不过 赵亚新一天早吹着我 我这项目真耗不起 还不是你太贪心 非得要跟赵亚新 赵亚新那边你去通知一下 夜神笔就是 笔摊的 他怎么有银黄关系 我听您说是 夜神送给了沈佩如 一件黑仨衣 这两人关系不一般 夜神跟沈佩如有名 听说陈行长喜欢紫砂壶 给送一套过去 顺便 提一下夜神和沈佩如关系 明白 呦 你个废物 你老婆不是对你很好吗 也没给你安排个工作 这么晚了还在这摆地摊 也不想丢人的滚开 别打扰我做什么 哦 我忘了你就是个废物这叙 根本就不配 别逼我动手 怎么 你一个大男人 还要在地上打我不成 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有什么好得意的 呦 你个大男人还在大街上为男女人呢 对 他就是一个百天的废物坠血 被奸人抱有的软犯男 嘴巴真够箭的 挨打也是应该 你是奸人 你奸人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 这可是帝都正式气团的前妻 正式气团的前妻 把我惹火了 就算是忠实情况 我们唐家也不会放在眼 什么家 你是唐三爷的孙女 唐子玄 算你有点见识 这个废物 就是个不是太久的追选 你为什么要替他打我 因为你嘴贱 给我管 别以为你们唐师兄 我多了不起 你们赵氏集团 给你这样的项目都快吹了 接下来由我们唐家来解释 你如果还想合作的话 就赶紧给我老实的滚看 你帮我走着瞧 有我在以后他再也不敢来了 你你今天来干嘛 你很好意思说 你都多久 没来给我扎金了 我这不是最近比较疼吗 今天就去 我身上 难受死了 今天 你是不是会太晚了呀 我都来请你来了 你就跟我走一趟了 那我收拾一下东西啊 医生 我知道你捡衣服不方便 刻意买卫生换衣 你过来看看 这次是 大小姐这次是 第一次是全身上次小腹 这一次是大腿 夜少 是不是故意照片 大小姐你要这样想 我也没有办法 我逗你呢 我相信夜少是正经 只是 我见到夜少 就不想正经了 大小姐我说过 我是有微分器的 那就开始吧 嗯 夜少扎的真不疼 但是 好远啊 这时候你不听你说 认一下 把你吸引了 руки 换个手 忍一下 把手就好 你今天可以去技术驱逐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啊 这就走了呀 那我以后 叔叔没有借口去找夜少了 你救了我和爷爷 还帮爷爷 健保省了两千万 又替爷爷在银行谈了一个大项目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报答夜少 大小姐 你以后对我正常一点 就算是报答了 夜少你好坏 喂 叶成你在哪儿 今天李正伟给陈锋带了一件 他非常喜欢的紫砂壶 还说咱俩的关系不清不楚 说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陈锋一生气 就给李正伟把款式批了 说这钱明天就到这儿 你在哪儿 我现在去找你 我在家 大姐我有事 先走了 我去走 小杨又开口 你帮了我们唐家那么多 一套紫砂壶还是给得起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 等一下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今天的内衣是什么颜色 唐小姐 金子 还自重什么呀 多被你看光了 好吧 不用猜了 其实 我今天 没有穿内衣 要不 你来梦 告诉我 哎 真又生气了呀 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一套新的紫砂壶 陈锋刚回来 从不想见你 这是唐三爷送的紫砂壶 你拿进去 顺便把李氏解释的证明 别让我们看 火星 不寻陶瑞严 有了这个紫砂壶 他一定会跟唐桑一个合作的 这件事情如果我办成了 你要怎么谢我 你要怎么谢我 这件事情如果我办成了 你要怎么谢我 你说怎么谢 陈锋说咱俩关系不清楚的 气得我火大 你要帮我 去救我 陈锋队 别让我走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我就上去了 这个 你拿走 你有老公 我有老婆 咱们这样不道德了 再说 谁不知道陈锋是可�irl少年 你找他办事 我就一直做事 你小子有嘴话说的 等我消息 我去找你来求我 笑话我求你 银行的陈行长知道了 你和陈沛怎么之间不清楚 他不会现在见人了 他要把钱带给你 真的吗 哎呀真没想到呀 沈沛如那个娘们 你都能下得叙手 在床上是不是够骚呀 真没想到呀 也不知道到天你的 林宇宙知不知道你把那娘们都吃了 李正伟 你这嘴可真够贱 就单凭你这句话 今儿这钱你取不出来 我现在就去银行取钱 能把事办了 那算你伤害我儿子那账 我说了今儿这钱 你取不出来 怎么着瞧 哎李正伟 唐长说了你不准进去 你知道我是谁 你还想不想干 哎哎哎 你赶紧走 不然别怪我动手 陈芳 就这王八蛋 等老子犯了谁再收拾你 李正伟 你怎么没取出钱了 我怎么看这银行大门都不要一起去 是你小子害我 不是我害你 而是银行选择跟唐三元 不跟你 这正好呢 唐三爷还卖我几分房面 没想到 小子还挺有能耐的 哎呀 我知道你已经成功了 赶紧交代摸摸种毛是谁 我可以让唐三爷放了 还能治好你那废的儿子 我上面的人会帮助我 那人想帮你早就帮了 还会等到现在 就把我说出来 你也干不过他 说 是谁 帝都周氏集团的周氏杰 那为什么要害我爸 十五年前 周氏杰开了个图场 当时他就想要你叶家的关公项给他压场 结果你爸爸过去 他就联系了你叔叔 把你父亲鉴定的真品放在我拍卖会上换成艳品 你肯定有证据 我没有 如果不交出来 我就让唐三爷再给他好几天 好 请家到场 当时他们置换的路上 都在我这 还有你可以找找你叔叔 他那儿应该也有用 算你事情了 好 好 好 去叶家 我今天看李正伟对叶成的小子第一三下死我 这叛徒肯定是出卖的 你一定要给我摇紧 叶成那个废物 就 就这么厉害 怎么 怕 叶成能让李正伟开口 也是有手段的 李正伟就是一个废物 你别忘了 如果让他成是真实 大哥的死和责妹 叶家的第一继承认就不是你 而是叶成 你放心 他没有机会的叶成 叶结伟就是自己见宝石呗 你们在说什么 你就是说世界 你个废物 谁让你见叶家的 就是你 害我爸惨死 叶成 没有证据我们要乱走 谁能证明 是我害了你 哥 我那天看到的背景就是他 他们和李正伟一起陷害我爸 然后还都说了好处 叶木齐 老子咬你这么多呢 你吃里拔外呢 叶红桃 你不仅陷害了我爸 还想把我嫁给一废物 我今天就要和我哥一起接触你们 李正伟已经把证据交给我了 我也交给警察了 你怎么跑不掉的 那个废物员你都懂 手里能用什么证据 别听他虚张上市 记住 你是叶家的基础 不用了 我看 就有一个废物的小男伙 周世杰 我现在证据不足 可以放你走 当你为了关公 要陷害我父亲的事 我迟早找你算成 快多大 你就等着被抓吧 叶红桃啊叶红桃 你对周世杰点头趴腰的样子 像挤了一条好狗 你给我闭嘴 这里是叶家 给我滚出去 你把和周世杰串通的证据给我 我就管叶天黑是自己见老师 没有人想 没有证据 你找到这胡说八道 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证据 你这个监控视频哪来的 李振文已经全部交代了 我也碰了 如果你还随意的话 就别怪我不留情 你就凭着一个视频 能打倒周老板 凭这个视频是打办不到周世杰 但我可以找唐三眼中间 利用这个视频 成亲有了 当年见了失败的真相 然后带着我怕回叶家 按照继承顺序 我才是叶家的第一继承人 周世杰会保护我的 你能回到叶家 如果他想保你 你刚才就不会跑得这么快了 怎么是 我也联系了唐三眼 让他时刻派人监视周世杰的一局 顺便去查查他的赌场 有了唐三眼 有了唐三眼的帮助 等我回到叶家 我第一时间 收拾的就是你这个叶家 败的 我一直是糊涂 你放过我吧 我瞧你了 只要你把证据交给我 我就不管你赶出叶家 这里面 是我和周世杰密谋的争取 我该死 我该死 是陷害你爸爸的主谋 不是我 是他周世杰 他利用叶家继承人的身份 来诱惑我 我一时糊涂 才陷害了你爸爸 我真不想害死你爸爸 我真不想 立成 立成 证据终于起了 周世杰 我看你这次活动 喂叶少 周世杰抓了林小姐准备跑路 什么 我们把他捆在了仓库 为什么 哥 怎么了 周世杰 这个白类 他抓了女友 反正叫警察 我现在看不去 对不起 我问您问了周世杰的事 好害人吗 你妈妈找媳妇的事 已经忙了 走起来 就交给我了 周世杰 你拿一个女人为行 算什么没事 这个女人 管用就行 忘了以后 咱们一切都胡说 你把当年叶金龟见 失败真相 你这么去交 再让外面唐三爷和他的手下撤走 让我安全为敌 我就放了 叶辰 你不用管我 别把这个交给他 叶辰 这个女的对你真是一种情有意 都甘愿为你去死 真的忍心看她不在我手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不及放了 那女人 我还让你重回叶家继续当机场 这样 叶鑫辉就不算白死 周世杰 你害死我父亲 这笔争 不可能就成钱的算 叶辰 你的女人在我身上 你像怎么样 你要干什么 你女人也得死 放了他 放了他 我们就必死了吗 你谋害我父亲开地下赌场 那都不该死吗 这样咱们走一去 要是你赢了 带着林玉柔离开 我去自首 要是我赢了 带着林玉柔和唐三爷 还有他手心 离开这个藏户 你少他们少马上 要是答应了就放了 然后这也不是办法 咱们一把订书也 大臣 先来 叶辰 你输定了 叶辰 你输定了 你输定了 我这张是个老呗 我这张是个老呗 谢谢你 你可把这张呗 你没事吧 你 我要加了 如果你输了 在你死之前 跟我去我爸的路径磕头深醉 等你将我再说吧 你看看 你看看这是什么 你怎么会托我黑白 你小子夸张 还是从你口中拿出来的 还也是自喜的 我怎么说张 愿东服输 放了雨柔跟我走 不可能 你不能过来我都说 你小人你是我的手 你再让人去吃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放你 我可以让你死的清明一点 不可能 老太你活够 给我上 就行 你 era 你去吧 你至少 糟糕 不客气 你别过来 你过来 好 是 叶少 我我我错了 你把过来 我我我我开飞了 你们两个里搞了 我我我开飞了 我那才會害死你了 你咋幫幫我們啟發就 又把你放過我了 用手把我給 這不是居然一把事都給給你 我給你讓你這地圖大老大 你放過我了 我已經把劫 我給你這給我的政治交代金證了 你就等著我了 方天山 你胡說這樣對我 你胡說這樣對我 葉成 唐三爺接手了旅士集團的項目 還說是因為你 他才接到了這個項目 還要把利潤的12%給我們領獎 是真的嗎 我說過 我會彌補你事情 沒想到 你的背後 還有唐三爺這樣的大人 玉柔 你真有眼光 我葉成 招上門了 我不要葉成 當林家的這群 那 玉柔 你什麼意思 葉成背後有唐三爺 肯定會對我們林家有幫助 你們不是看不上去的就是了 現在我不知道他上門了 你怎麼這不成功 當時 我們眼睛下了 清晰的 你認為那個廢女的肉 你必須嫁給葉成 玉柔 你什麼意思 我當然沒有資格 讓你當上門女士 我當然沒有資格 我當然沒有資格 不如我們林 葉 兩家雙葉聯姻 你遇到葉少 也有聯姻 葉好 恭喜 葉少重回 我們林家 我們林家 加聯姻 肯定會和唐氏集團一起 變成三大集團 剛才還是嚇到葉少了 葉少是要教訓我吧 你說呢 那 要不 我給你歸下 我的老婆可以玩這麼 葉少什麼呀 又是唐小姐 又是趙小姐的 我不玩的話一點 昨天 我是你了